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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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刷单主持要求在刷单前为不引起淘宝的警觉 先花360元购买一个月200人次的访客服务 增加店面的浏览数量 然后就以每单6元的价格开始刷单 早就安排好的两个刷手 通过旺网跟记者假聊起来 接着拍下宝贝完成付款 记者发现 这两个虚假的订单里 刷手都留下了姓名 电话和详细的收货地址 按照淘宝的规定 通过物流的监控 显示买家签收后才算交易完成 做出评价 但记者的店铺没有一件真实的商品 这该怎么办呢 物流信息同样难不倒这些刷客组织 接下来刷单客服给记者发了一个网址链接 点开后记者发现 这是一个名为讨好评的空包网 在其首页醒目的位置显示 待发空包快递 刷单100%安全 在这里有快捷快递 深通快递 天天快递等近10家物流公司 供刷单客户选择 我们做这个网站都花了10几万 这个是给你发空包快递的 那你可以放心的 这块绝对保持你安全 刷单客服要求记者 在这个空包网上注册成为会员 以每单2.5元的价格 购买了深通的快递单号 按照刷单客服的要求 记者将单号填写在 淘宝店铺的发货信息里 实际上记者并没有发送货物 也没有快递员上门取货 这样就可以有物流信息 显示出来了吗 让人惊讶的是 在随后的几天 记者在店铺后台 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物流状态 而这个单号 在深通官网上也能查得到 二者显示的物流信息 竟然是一模一样的 三天之后 记者的淘宝店铺显示 买家已签收 刷手还给出了一个 附带文字评价的满意好评 更让记者吃惊的是 在网上搜索代发空包 立即会出现大量 可以提供空包服务的网站 他们宣称 能为网店刷信与提供专业的物流服务 保证一单已用 快递官网和淘宝等 都同步真实物流 这些空包网提供的物流信息 真的很容易通过淘宝网的审核吗 随后借着花了120多元 向YY安情商家和淘好评空包网 订购了15单刷单任务和物流空包 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 随着一件件并不真实存在的包裹的签售 记者的宝贝评价里 也多出了一条条好评 店铺的信誉从零 立刻变为两颗红心 根据淘宝的规则 一颗蓝钻至少需要251个好评 只用三天时间 一个信誉为零的新店铺 真的能刷出这么多好评吗 记者又在淘宝上注册了一个 没有任何真实商品的店铺 并将账号和密码交给了刷手 今天已经是操作法也完成了 55个乘以5 萤幕上了5个连接 是275点信誉 记者登陆店铺发现 刷客的组织者在店里 只发了货品的图片 标价0.2元 他组织了55个刷手 完成了275单交易 令人诧异的是 记者发现 这200多单并没有相应的物流信息 而收到的评价也非常简单 只是系统默认的好评 三天后 记者的这个 没有任何真实商品的新店铺 摇身一变 信誉从零 跃升为一颗蓝钻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不仅在YY上 在另一个QT语音平台上 也有大量的刷手 替商家刷销量 刷好评 一位名叫星空蔚蓝的客服 告诉记者 在QT平台上 他们专门为大众点评的店铺刷单 刷这个大众点评的 就是三分之一的人 两三万人 你这个一天的话 刷个七八百条 一千来条都没问题的 记者再一次 以虚构的店名和地址 在大众点评网的点评管家客户端 申请了一个店铺 令人意外的是 第二天门店就顺利通过了审核 记者以每条六元的价格 向星空蔚蓝购买了 一百条店铺好评 付完钱不到两分钟 记者的店铺就陆续收到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好评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一个连地址店名都虚构的蛋糕店 却收到了交通方便很好找 店家人很好 甜品种类丰富 师傅手艺一流的评语 有的刷手 甚至还上传了精美的蛋糕图片 仅仅四五个小时 一个虚假的店铺 就积累了一百零一个好评 综合评价也从零 迅速变成了三颗红星 在刷单这条灰色产业链上 人们把那些假扮顾客 使用虚假购物方式来提高网店 排名和销量的人称作是刷手 在前面的节目当中 经营刷单的业务公司声称 一家刷单公司就会有几万个刷手 通过搜索记者发现 网络上有大量招募刷手的信息 这位网名叫 成招淘宝刷手已认证的人 在让记者缴纳了88元会费之后 给记者提供了一个 QT语音平台的聊天室编号 输入这个号码 出现的正是一个 叫盛世网转创业平台的 刷单群聊天室 要想成为一名刷手 必须经过两个小时的业务培训 那就教你们如何去拍单子了 找到宝贝之后呢 不要添电 发一张店外截图 比如说收藏宝贝 收藏店铺 主持可以远程 你的电脑 然后帮你去付款 考试合格后 必须通过管理员身份认证 可能成为正式刷手 记得看到 在这个刷单群里 共有11个小组 人数超过了1万人 每天都会有大量刷单需求 滚动出现在公告栏 提示刷手到相应的小组抢单 每个小组都有几名主持 主持的主要工作 就是放单和指导刷手如何做单 记得看到 一个为汽车用品 在淘宝上刷销量的单子 短短几分钟就被刷手抢完 我现在不要人了 每名刷手 根据自己淘宝账号的信用等级 能挣到4元到6.5元不等的酬劳 一位从事刷单业务的主持 小刘 道出了其中的秘密 淘宝账户 它的那个级别越高 代表着这个用户 就是淘宝这个用户 他买的东西越多 他的信誉度越高 那么他再去给那些淘宝商家 刷单的时候 他的可信度就高 那么像一般的真实的顾客 如果进去看到这种 信用级别很高的号的话 他就会认为这是真实的买家 不是刷手 所以他增加了他的可信度 因此的话 卖家和平台都是非常欢迎 这种级别高的账号去刷单 因此他们的佣金 也会相对的高很多 小刘告诉记者 刷单群一般分三个等级 团长 主持和普通刷手 团长负责对外接单 然后分发给主持 主持再放单给普通刷手 像一个单子 他的最初的金额 如果说是十元钱的话 那么经过团长之手之后 主持拿到的单子 就只能是八块钱 那么这八块钱里面 主持再会从中抽取一定的提成 一般刷手拿到的金额 大概是四到六元钱左右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的记者在美丽说电商平台上 开了一家名叫 是全是美的网店 以刷信语为由 与盛世网转刷单群的主持 取得了联系 很快 交付了每单六点五元的佣金 和三元的空包物流费后 记者的美丽说店铺刷单业务 就出现在了刷单群的信息发布大厅 作为刷手的记者 迅速进入相应的刷单房间 抢下了其中的一单 我给你练剂啊 在刷单主持的语音指导下 记者迅速完成了刷单 获得了四元的酬劳 在没有任何真实商品的买卖和物流的情况下 记者开的美丽说 是全是美店铺上凭空多出了五单销量和五条好评 小刘告诉记者 前两年刷单平台主要是替网店造假刷信语 如今刷单平台又增加了新的业务 那就是为网站和APP应用刷注册用户数量 它需要用到刷手的真实的个人信息 比如姓名 手机号 身份证号码等 像这种注册单 它由于它比较好操作 然后做的时间又很快 在短短的三四分钟之内 它就可以拿到几块甚至是十几块的佣金 所以这种单子在平台是越来越受欢迎 果然记者注意到 在这个盛世网站刷单群里 有着大量这样的注册刷单公告 有些公告甚至还标明未成年人也可以刷 根据公告的提示 记者抢到了其中的一单 填写了真实的姓名 手机号 身份证号等信息后完成了注册 记者的支付宝里马上收到了一笔十元钱的酬劳 接下来记者又抢了另外一单业务 在发送注册成功截图后得到了二十元酬劳 在短短十分钟内 记者就挣到了三十元钱 那么如此大量的注册单需求 是怎样进入刷单群的呢 在沈阳记者见到了一位刷单工作室的负责人 他告诉记者 像他这样的工作室有很多 主要工作就是对外招揽注册刷单生意 然后再分包给各个刷单群 刷单群再按注册单的要求让刷手刷单 为了显示工作室的实力 这位负责人向我们展示了自己手中 掌握的大量真实刷手信息 记者注意到 一个网站或APP一个人只能实名注册一次 因此刷单群为了完成客户要求的注册量 就需要不停的招募新的刷手 那么想要去接大批量的注册单的话 他就需要大量真实的会员 所以说团队就必须要不断的补充新鲜血液 以来接这种大的单子 小刘告诉记者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成为刷手 刷单群都会制定各自的拉人奖励机制 在群公告里记者看到 拉一个人缴费进群 就可以得到38元的奖励 两个人奖励80元 三个人120元 不仅如此 群里还设计了专门的赚钱宝典 指导成员如何通过社交平台 吸引亲朋好友 甚至陌生人前来加入 每天发手术 你看看都是有成效的 新人回复受不了了 求带令 还想要高手术 也可以放张美女图片 吸引人眼球的增加点击量 增加浏览量点击量 记者看到 在这个一万多人的刷单大群里 每天都会有新人加入 从2月15号到2月21号这一周 缴费入群的会员就高达 1150人 刷单群每天刷手数量 在不断增加 大量的刷单需求也不断出现 虚假的信誉被当作商品 肆意买卖 在这样的交易之下 消费者被剥夺了最基本的判断力 一个陌生人 你能拿到一个38元的工夫 今天来要随意认证 为什么你啊 为什么你啊 可以做任务一 做过你就不能再做了啊 手机去找 手机去找 记者在调查中就发现 刷单公司一般不用电话介绍业务 都是在QQ 或者是其他的聊天工具上来进行 另外呢 操作手段也是模仿真实交易 还有虚假聊天货币三家这样的过程 刷单行为非常的隐蔽 刷单现象经315晚会曝光之后 引起了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有关部门立即组织了清查 国家发改委今年首次作为主办单位 参加了315晚会 晚会结束之后 针对互联网领域出现了诚信欺诈行为 发改委财经司副司长李俱和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今天晚上曝光的这些互联网领域的 试信现象啊 我们已经充分注意到了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 今年呢 我们要重点对互联网领域的 试信行为进行联合成绩 加强这个信用信息的互联共享 李俱和还建议各类的互联网平台 要加强自身的信用建设 要堵塞各种漏洞 真正的为消费者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真正的使互联网领域的诚信水平有所提高 你一旦有了失信的行为 就会进入我们的信用体系的记录里面去 要永久的进行保留 除非你是个人呢 进行了信用的修复 纠正 否则的话呢 将会受到这个严重的这种惩戒 那么 针对晚会曝光内容 大众点评网和深通快递 又作何解释呢 晚会播出之后 记者第一时间赶到了这两家公司 位于上海的总部 央视315晚会播出之后 我们联合上海常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来到大众点评网公司 现在是3月16号凌晨一点半中 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还在进行调查 今天呢 昨天跟你们要得开 关于今天晚315晚会当中报公了 有涉及到你们大众点评网当中 有一家商务 涉及到刷屏的 我想究竟一问 今天才能了解一下 面对记者 眼前的这位大众点评平台产品负责人 避重就轻 自始至终 重复着公司的经营理念 为被曝光的行为进行辩护 点评网从知识之初 就一直致力于给用户提供更客观公正的评价 然后确实有一些那种坏人 然后持续不断的进行一些就是那些舞弊算法 就是舞弊的一些方式 然后来逃过我们打击 但是我们后续的话还是会加强整个的那个资源的投入 然后会持续的和那个消费者和有关部门联动起来 然后进行更好的那个打击恶意的这种评价 然后的话也更好的提供给消费者服务 显然这种说法并不能说服消费者 就在这位平台产品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后的三个小时 3月16号凌晨4点多钟 大众点评高级副总裁代表公司通过电话的方式 向全国消费者致歉 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台湾晚会 就是对我们网站上的这个存在的一些问题的这个监督和提醒 也非常希望有机会能够向广大消费者 特别是信任我们的当年用户 表示深深的歉意 然后我们第一时间把违规的商务部做了下线 并且呢就是连夜就开始展开了这个监望的排查和整治 我们已关注到央视三亚五晚会的相关情况报道 我们将依据法定职责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 对职责范围内的违法违纪问题将进行依法处理 央视三亚五晚会曝光的网站卖家刷单造假的事件 涉及到的还有淘宝 3月16号上午淘宝做出回应称 他们对于刷单的行为也是深恶痛绝 并且对于刷单的店铺也进行了整治 近一个月以来我们关闭了6000余家涉嫌非法炒信的严重的店铺 那我们这个对22万余家涉嫌炒信的店铺进行了降权 清理了39万余件这个涉嫌炒信的商品 那其实这些商品的后台交易记录就会清零 淘宝网负责人说去年他们通过大数据就找到了一名专门刷单的刷手 一年多时间他通过给80多家淘宝店刷单就刷出了一辆马沙拉蒂 淘宝网将此人交送公安部门后 却因为没有相关法律界定这种行为是否违法 最后只能释放 对此淘宝网呼吁能否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 联合各部门共同致力刷单炒信行为 但是其实这条产业链的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它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那其实线下的治理上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联合这个其他的平台 就是包括物流 包括信息沟通的平台 包括这个相关的部委一起去治理 针对315晚会曝光的大众点评讨好评等刷信有问题 国家工商总局也在第一时间表态称 这反映了有关电商平台对卖家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 浙江等地按照网络交易管理办法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了查处 在昨天的315晚会上我们看到 像深冬快递等等这样子的快递公司 在明明知道没有包裹的情况下 帮助空包公司利用刷空单的方式来提高用户信与评级的案例 那么昨天晚上呢 我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相关的负责人 他告诉我 这样子的空包快递行为公司是严厉禁止的 那么可见这样子的空包快递行为其实早就已经存在了 那么既然是严厉禁止 为什么又会发生呢 记者一早驱车一个半小时来到位于上海市青浦区 赵仲公路的上海深通快递总部 针对315晚会曝光的空包快递协助刷单的违规行为 对深通快递进行采访 在表明来意之后 深通快递安排了一位负责快递信息的工作人员 接受了记者采访 我们会在场一直在场 但是这个我不能保定每一个快递可能都会准确的开箱 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操作上漏洞 从商场下每一个人都非常关注这个315的整个过程 单从这件事来讲 我觉得可能操作环境上有一些漏洞 深通认为315晚会曝光的快递空单现象 责任主体不是深通快递 而是给深通批量收件的第三方平台造假 深通快递只是在开箱验测方面做的略显不足 你觉得像就是空包快递这个产生 而且像通过你们深通来进行一个运输的话 你觉得你们一定有责任吗 这个问题是这样 其实有一些平台商中间的第三方平台商 他可能会做一些这个常规的集散业务 这块业务可能是类似于空包 我们可能在开箱验测上有一些有一些逻动 秋成再三表示空包快递是第三方中介平台所为 与深通快递并无直接关系 而且公司之前早已多次整改 但却收效甚微 但我们一再重生了 重生过三四回了 就比如说我们的市民交际 市民三四五天 所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 它的很多视频都已经没有了 被覆盖掉了 目前警方可以依靠的 只有城区两个主要路口 天望工程的监控探头 经过大海捞针般的筛查之后 侦察员发现在九月三十日晚上 也就是福晓林失踪后的几个小时 李某驾车在经过福晓林 住处附近的一个路口时 被天望工程的监控探头 拍下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在他们看来 有些不太对劲 我感觉是很异常的 晚上的时候 他把这样板也放下来 如果对着太阳 他晚上也是这样放下来 然后他平时是没有这个习惯的 所以感觉当天晚上他就是有鬼 这张照片是晚上二十点左右拍下的 很快在另一个路口的监控探头中 警方又找到了这辆车 几个小时前的监控截图 当时他正驾车是向福晓林的住处 也就是说 在警方推定的福晓林出事的那个时间段 李政本人就在附近 那这种情况下 那他的协议就极度上升了 希望相关法规也能够跟上网络经济飞速前进的脚步 为网络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